作為氣槍IPC的世界冠軍 你覺得有甚麼條件呢 除了一件衣服之外 有甚麼條件嗎 看你都白白的頭 年紀也不小 武術界就連怕笑臟 但玩槍幾十歲都… 其實是一樣的 現在都害怕嗎 都害怕的 有些心理陰影 害怕死小孩那邊 太快了 現在的小孩十多二十歲 你怎能夠他們的速度 其實打IPC是一個很快速度的運動 很值得 最大忌是你慢了 體能不夠就一定做不到 剛才你問我 作為世界冠軍有甚麼條件 我反過來想 有甚麼條件才能夠做世界冠軍 第一件事 就算不可以有小孩的體能 你也不能擦太多 即是堅持持住 堅持住 題外說是秘密 我知道窩猶 最近委託了健身教練 不停地操練體能 是 那你沒辦法 你一定要做這件事 尤其有空 沒甚麼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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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教練回來 教一下自己 有很多車輪 搬車輪都挺廣 我已經搬車輪 你也有 題外說 你說起車輪 搬車輪回來最重要是甚麼 擦乾淨 是 原來很難擦的 我通常用高壓水油射 射軟 沒有 因為我輪廁地毯 你射不到 一拖出來便污髒了 那你扔上天盤 你拿來我射 射完才輪回去 那就正了 條件 說出了體能速度 駕駛三樣 三樣 還有你有些很重要的 還沒說過錢 錢 生活態度 錢進入不是真的 要花費 不是很多 一般正常 你有上班 有一個 hobby 一個興趣 不用花你很多錢 因為你不是每次 要更新一些春槍 或者很貴的會費 通常哄人下節省的時候 都會這樣說 下節省之後 就看看安豬哥哥 你看看安豬哥哥哥 是嗎 我經常這樣說 我喜歡買多些便買多些 基本上 一個學生可否打到比賽 絕對可以 絕對可以 其實我自己也看到 現在新一代青年學生的發展 尤其是NGO那邊 學界的事業 這就是和你聊天 我再崇拜你的地方 不要這樣說 這些不說 鏡頭先說 千萬不要崇拜我 我反過來十分千敬明 你又 說回年青一代 你已經成為世界冠軍 下一代要走你的路 你有甚麼心得和甚麼 其實沒有甚麼特別的事 練習 說真的 你可否做到一件事 你想有一件收穫 你要付出 即是不要打遊戲 打槍 你喜歡打遊戲 也可以小型冠軍 是 另類法治 另類的世界冠軍 你可以做的 你要做打槍的世界冠軍 才會練槍 我在世界賽前半年至三個月內 每一天 起碼都隔日 起碼50隻架 50隻架 一天 一架就30顆 50隻就千五匪 整包蛋都打了 起碼 起碼 你做到 你便有門檻可以做 因為其實我都知道 不是我一個人是這樣練習 是所有人都是這樣練習 大家認真 你不做便沒有這個門檻 去接觸這件事 你做了便會好些 當然加上很多事 臨場經驗 你有沒有體能去完成 還有你當時的狀態 你保持得很不好 甚至客觀環境的影響 對 天時地利任 加上我叫做好彩 可以量性少少 問我本分 當然二三名其實相差很近 可能幾個百分 沒有 零點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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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簡單 完成所有 零點幾 零點幾 總分是三千多分 對 MAT TRON 三千多分 第二名那個 跟我欠了三分 三分 三千多分裡面的三分 零點幾 零點幾 對 第二名是誰 阿泰 阿泰 你嚴泰 ASA 很厲害 他很厲害 很多先進 我已經跟他說 他沒有機會贏我 你不打 我不打 厲害 你真像我 對 你這方面 當然我不打 我打的標準 還有很多不同的分別 打Vlova 有Vlova嗎 還未打 可以開的 可以開的 但透露一下下屆世界賽 在哪裏 本來就在俄羅斯 21年 即是明年 明年 但現在因為疫情都轉了 他們都說要再退後一年 再退後一年 即是2022年 即是如果捉坊間有興趣的朋友 也有很多時間準備 對我來說就是壞消息 是嗎 一個人年紀大一年 就差一年 你還有甚麼Super Junior那些 我還未到 你還未到 對 你和我都差一點 Senior剛到 Senior剛到 Senior50歲 我剛到 如果明年搞 我就好一點 因為足夠體力 再下一年就不知道 去到俄羅斯雜四 10小時留飛機 但聽說俄羅斯女生很漂亮 這個我期待 期待 好 安排一下 好 除了美女生的分別 我想問一問 你看看IPFC圈子這麼多年 又或者現在我們做的服務 即是Rifo On Stage的服務 你覺得我們ERA Sport 和IPFC圈子裡的玩法 以你的看法 有沒有甚麼共通點 或者有甚麼可以大家取材一下 當然有 共通點很多 共通點就是 當然大家都是玩槍 和一個競技 是 運動模式 其實很簡單 你打Wall Game 又是不同的 Wall Game 就是大家去到Wall Game場 沒有見過人練槍 沒錯 不需要的 我做工具 入彈入器 大家拆包子頭 兩邊就來了 你說我們要練習 不是說沒有 比較少 但其實我知道 我們ERA也在辦公室 以及像我們 拉比亞士士 可能你叫長槍的運動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模式 都是練習 沒錯 練習去準備比賽 我沒有見過人 在比賽中可以突破技術 只有在練習中 可以突破技術去完成比賽 我們的共通點 都是大家以練習為主 行常化去練習 其實練習包括很多東西 槍枝的練習 維修保養 以及我們的體能 我覺得兩邊的共通點 都是一樣的 大家都會做一件事 就是 不會放棄 在什麼時間都好 都會保持有狀態 最後其實有一件事跟你分享 我也是聽我的兄弟說 我這位兄弟在過去十幾年 都在IPSC圈子裡 曾經活躍 但因為工作上 和家庭上 都放棄 停了幾年 沒有玩 他早一兩年 會回來找我玩槍 玩手槍 然後我把我們ERA 現在Sport這種模式 玩YSFORPOLI模式 帶給他 我們和你的分別最大 就是我們通常 石經的目標位 會比較遠一點 會比較小一點 合理 因為是長槍 因為我們配合場地 場地比較大一點 以及有不同的設定 包括低明度位置 一些光亮的位置 玩完之後 他回來和我分享 他再回去IPSC用手槍 打一些距離近的 目標密大一點 身體動作 或者發揮 反而還能夠突破一點 可能他會感覺到自己的進步 合理 因為不同的格式 真的嗎 還有一樣東西 也挺適合你使用的 瘦身減備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會用全裝備 一來 2巾上身 又要穿衣服 加上有時候 我們連槍 連冷氣都不開 玩完之後 衣服都很緊 連衣服都很緊 他會和我反映 原來兩種項目 其實可以有共通點 甚至兩種項目 都可以開始發展 期望有機會邀請牛哥 來試試我們 ERA Sport 這種模式 我不知道我能頂得住 頂不住 也頂到兩個蜥蜥 頂不到三十隻 你頂到也是 兩隻應該可以做得到 OK的 好了 今天基本上 裝備活動都差不多說完了 日後 其實剛才我們也探討過 作為一個世界冠軍 究竟接下來 如何運用世界冠軍這個名號 在平台 甚至乘機活動裡發展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希望留一留這個題目 我和你深化一點去想想 究竟有什麼可以和大家啟發一下 好嗎 多謝烏牛哥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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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